撒摩尔记下第十七章 亚西多福又对压杀龙说 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二千人 今晚我要动身去追赶大卫 趁他疲乏手软的时候 忽然追上他 使他惊慌失措 与他在一起的人就必逃跑 我只要单单击杀王一人 使众人都来归你 你所寻所的那个人一死 众人就都归你了 众人也可以平安无事 压杀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 都看这事为美 压杀龙说 把雅基人护筛召来 我们也听听他怎么说 于是护筛来见压杀龙 压杀龙问他说 亚西多福说了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照着他的话去行吗 如果不可以 请你提议吧 护筛回答压杀龙 亚西多福这次计划的谋略不好 护筛又说 你知道你父亲和那些跟随他的人 都是勇士 他们凶恶威猛 好像野地里丧子的母熊一样 并且你父亲是个战士 必不会与众人在一起住宿 现在他或躺在一个坑中 或在另一个地方 如果他首先攻击你的手下 听见的人就必说 跟从压杀龙的人被杀了 那时 纵使有人像狮子一般勇敢 心里也必惊慌 因为全以色列都知道你父亲是个勇士 跟随他的人都是英勇的人 因此 我建议把以色列众人 从弹到别士巴 都聚集到你这里来 好像海边的沙那样多 然后 你亲自率领他们上战场 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找到大卫 就攻击他 我们临到他像露水降在地上一样 这样 他和跟随他的人 就一个也不会留下 如果他退入城里去 以色列众人就要带绳子到纳城去 我们要把纳城拉到河里去 使那里连一块小石头也找不到 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都说 亚基人护筛的谋略比亚西多福的好 因为耶和华定义要破坏亚西多福的好计谋 为要降灾祸给亚沙龙 于是护筛对萨都祭司和亚比亚他说 亚西多福为亚沙龙和以色列众长老所策定的谋略是这样这样的 我所策定的谋略又是这样这样的 现在你们要赶快派人去告诉大卫 今天晚上你不可在旷野的渡口住宿 勿要过河 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众人都被吞灭 那时约纳丹和亚西玛斯停留在尹罗节 他们不敢进城怕被人看见 有一个卑女经常出来把话告诉他们 然后他们再去告诉大卫王 但有一个仆人看见他们 就去告诉亚沙龙 因此他们两人急忙离开那里 来到八户林某人的家里 那人的院子里有一口井 他们就下到井里 那家的主妇拿了一块大布盖在井口上 又在上面铺了一些麦子 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亚沙龙的陈仆到这家来见那妇人 问他 亚西玛斯和约纳丹在哪里 那妇人回答他们说 他们已经过了河了 于是陈仆搜索他们 却没有找着就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他们走了以后 两人从井里上来去告诉大卫王 对大卫说 你们要起来赶快过河 因为亚西多福已经定了这样这样的谋略攻击你们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众人都起来 渡过约旦河 到了天亮 没有一人还没有渡过约旦河的 亚西多福见自己的谋略不被采纳 就预备了驴子 启程往本城自己的家去 他安排好了家里的事 就上吊死了 埋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 大卫到了马哈念 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众人 也都过了约旦河 亚沙龙派亚马萨统帅军队 做军队的元帅 取代约亚 亚马萨是以时玛丽人以特拉的儿子 以特拉曾经与拿霞的女儿雅比该亲近过 雅比该和约亚的母亲 帅鲁亚是姐妹 以色列人和亚沙龙都在激烈地安营 大卫到了马哈念的时候 亚门族的拉巴人 拿霞的儿子朔比 罗里巴人 雅米利的儿子马吉 激烈的罗基林人 巴西来 带来请具 碗盘瓦器 小麦 大麦 面粉 炒麦 豆子红豆 炒豆 蜂蜜 奶油 绵羊和乳酪 送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 因为他们说 这些人在旷野一定又饥饿 又疲倦 又口渴了